新竹棒球场外头架设围离改善工程持续进行 赤字12亿重建的新竹棒球场 启用后因为有缺失立即关闭整修 经过四个多月的修缮 多项缺失都已经改善完成 球队代表正在投手秋上实际投球测试 红土是否过关 目前完成的多项缺失 包括内的松软红土已经刨除 补充了陶瓷土以及表层红土 能保护球员安全降低弹跳球发生 外叶草皮改善不平整和碎石问题 守备视觉区墙面的颜色也已经加深 避免灯光反射 另外过去林志胜踩空跌倒的休息区楼梯 现在也调整高低差 并铺设人工草皮繁华 值办公会列出了27项缺失 已经完成改善 意见是第19点 球场经历四个月修缮 召开19次改善小组会议 过去师傅积极邀请专家 以专业角度讨论修缮内容 这回修缮工程接近尾声 职办公会给予肯定之外 也继续帮球场能迎接 明年职棒赛季的到来 市府在十二月五号的时候 邀请公会各队各首位的会员代表 实地勘察并确认成果 改善成果符合公会需求 后续将持续邀请球队来进行场地测试 并做灯光调整 建筑球场过去因为选举成为政治工房战场 后续将邀请球队进行场地测试 派能在明年重新启用 三年新闻将会来前进行动报道